世界卫生组织指出 30%到50%的癌症发生是可以避免的 透过每日摄取足够六大类食物及适当的身体活动 可有效预防癌症及慢性病发生 台北市卫生局为培养市民从日常基本的均衡饮食做起 推动提升市民颧骨及未精致杂粮类的摄取量 从8月8号起办理海尔斯家庭餐桌系列活动 藉由认识与正确选择颧骨及未精致杂粮食物 均衡摄取六大类食物及保持规律身体活动 控制体重进而促进身体健康 主要是我们刚提到我觉得各项的健康检查很重要 但是我们的健康行为更重要 包含我们要健康的饮食要身体的活动 因为我们知道台北市十大死因当中 培政也就是恶性肿瘤的部分 连续已经四十年是第一名 另外台北市十大死因当中 万幸疾病也拿刮了八项 所以这些相当的危险因子 包含有均衡的饮食 缺买运动等随胖等等 这个都是应该要来努力 特别跟健康生活状态来改善的 今天我们今天特别提到的是 健康品食的部分 那一位市民朋友应该都有经过六大均衡的饮食 那我们在这一次的活动 是从8月8号开始 提供了一个健康餐桌的活动 那鼓励市民朋友从家庭当中建立健康的生活状态 循环跟饮食习惯 并且可以选择全補 量和主食来提供我们的健康力 那北市最新的调码指出说 其实他们的DNA质值超过27%的 肥胖率有12.6%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 如果想要控制体重的话 其实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则 就是饮食控制还有运动的部分 都是要请大家注意的 那其中有饮食控制其实是最容易去调配的 那我们营养师的提醒大家说 其实在我们国人的膳食纤维摄取量 如果达足够的摄取量是只有五成而已 所以膳食纤维的来源最重要来自蔬菜水果 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来自顴骨脊胃质这次长两类 那是因为药道中还有许多的营养素 方向有膳食纤维的胜素EC还有多酸 那也对着肺癌症的预防也有很大的帮助 那另外在维生素EC 都说它还有抗氧化的功能 可以去除我们体内比较坏的自由基之外 更重要的其实我们可以关注到 上市行为的这个好处 那甚至是可以帮助我们维持肠道的健康 然后可以促进好迅的发展 同时它也可以让我们的血糖年化 不如提升 所以在体重控制这一块 是一个我们值得可以关注的一个食材 那所以说其实要体重控制 其实大家会有个名思 我们会说其实是不是就不要吃饭 那但是其实还是要提醒大家 我要保护我的藏堂的均衡饮食原则 那其实饭的部分就是吃 比群肉再多一点就可以了 那同时这个吃的种类也请大家 要帮我们注意一下 要以顴骨脊胃质脂肪类类为主 比如说如果我们常去外面吃饭的话 比如自助商或是便当店 你可以选择 从米饭、植米饭来取代排名 然后或是选择一些食材配菜的部分 比如说玉米炒蛋啊 或是沙拉排骨汤等等 这部分来做一个参考 那如果是其他你们的族群 可能会常去像便利商店 便利商店就有更多选择了 比如说它就是有烤地瓜 即食玉米或是连奈生菜沙拉拉等等的 还有四四四谷物棒的部分 我觉得都是很不错的一个参考 那如果在家里自己做菜 常要自己煮饭的 其实更可以有更客制化的调配 比如说你可以选择一些 糟米、植米啊 或是红豆、大带、燕麦等 不同的食材一起去混煮 然后用一些不同的调配比例 还有就是你也可以参考 你家里的口味的习惯 或是参考长成性压口情况 把它煮得更软一点 其实这都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那其实也可以看到 我们社区养殖知识 有推荐的一个就是食谷米 那这个食谷米它有十种全固 然后用简单的原则有洗、泡、品、焖 就能让整体的这个美味啊 还有夫妇的口感就是轻松带上桌 那这个是这边喔 为了提醒这个家庭健康喔 所以我们推动的这个家庭餐桌喔 那还有食谷米它有的这个活动 那邀请家中的学校 家长还有祖父母 一起来参加这样的这个活动 就要藉由认识这个军团的饮食 还有全自贵药的这个部分 来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 那我们的活动呢 有三个的对象 第一个是学生的部分 而只要报名 我们就可以获得桌游一份喔 那再来呢 就是上传这个桌游的照片之后呢 我们也会获得这个餐桌的桌垫 那桌垫上面就会教大家 怎么样去选择六大类的食物 跟这个全部大量类 那拍摄了这个照片 把我们的食材跟这个桌垫混照之后 上传那我们就可以完成记录 那另外成人的部分 就是完成这个桌垫跟六大类食物的这个社区的照片 那对于展者的部分呢 我们也强调这个持续性 有一个纸本的月类这样的方便来运用 在上面也是记录了我们六大类食物 我们的原社区的情话宝 来做这个最后的照片上传 那每一个回合呢 两周一个回合喔 总共会有三个月的时间 活动总奖金超过十万元毫利 等民众来挑战 为期三个月的系列活动 邀请本市学生 成人及长者三族群 以家庭为核心参与活动 完成目标即可参加抽奖 让健康吃 龟绿豆成为市民的日常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要不要紧张 那我们要紧张